立马上来关心美国墨沙东药厂宣布 他们所研发的新冠口服药莫奈拉维 在第三期临床试验当中显示 轻症或者是重度患者用药之后 能降低50%的住院或死亡风险 所以有不少学者建议 政府应该要赶快超前部署引进药物 因为新冠药物的问世 也是边境渴望全面开放的时间点 对此指挥中心证实 已经跟墨沙东药厂洽谈相关事宜 如果药物顺利取得授权 日后会优先提供给轻症和长者来使用 全球各国现在不只利拼疫苗接种 新冠药物的研发也备受关注 美国墨沙东药厂公布 旗下的新冠口服药物莫奈拉维 在三期临床试验显示 能降低50%的住院和死亡率 最快年底上市 指挥中心也证实已跟墨沙东洽谈 如果药物顺利通过台美两方授权 日后会优先提供给轻症患者还有长者 在一些免疫保护不佳 或是打了疫苗 没有办法产生有效抗体的情况下 口服药物希望能够加强抗体不足的问题 减少病毒复制而达到保护效果 而墨沙东药厂有委托台大医院 进行临床试验 另外还有辉瑞药厂研发的 PF07321332 药物试验主要对象是无住院轻症者 年长者有潜在疾病患者 还有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对象 张上传医师表示 就经验来看口服药物便利患者免住院之外 价位还比真剂药物便宜 而中研院院士翁启慧认为 随着人们都接种疫苗后 及时染疫也不易重症 再加上有口服抗病毒药物 及时染疫或许到诊所就医 服用口服药几天后就能康复 而杨畔池则指出 口服新冠药物问世 也是边境渴望全面开放的时间点 可减少对市井小民生活造成的不便 而专家也提醒新冠药物问世后 同样将是卖方市场 面临全球供货紧绷 政府也得超前部署 这种报道 谢谢